你这鬼的笑容 死在干嘛 我在给你一个惊喜啊 快快吃吧 我发现个怪事 什么怪事 你们有没有发现 自从隔壁店开张之后 咱们店生意变好了 好像是 你看我们这个月的业绩 就比上个月好 那谁让他们搞继续营销呢 每天排那么长的队 还就放那么几个好 也不知道他们是 赶客呢 还是懒客呢 如果我说 我不是要给你们抢生意呢 所以 你是来跟我们送生意的咯 搞不好就是呢 不管 咱们吃吧 看来是天狼星啊 不是祸星 反倒是个福星 来 来 邵总 回来了 真是辛苦了 你这鬼的笑容 死在干嘛 我在给你一个惊喜呀 我 根据统计呢 我们上个月 卓越门店的收入 要比天狼星多出 百分之五 虽然只是仅仅的百分之五 但是意味着 我赢了 不可能 我回头重新让凯哥再算一下 随便算 我已经统计了三遍了 错一个标点符号算我输 愿赌服输 你想要干吗 千万不要吃辣的活 过其他东西 这是地址 明天下午两点间 不将分 不可能 邵总 不要爽约哦 等你 认真的 我什么时候晃点会门 能不能人性快一点 来个别的选择 认输可不是邵总的风格 拿我弱的跟你比 也不是你的风格 认输了 怎么可能 来一局 来啊 比一下 比啊 你为什么拿我那么多金币 放轻松 稳住 好热啊 出来冷静一下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 你说的是真的了 什么 除了报恩 我实在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 把天能心门店 开在我们川河门店的旁边 就是为了帮我引来 像范美美这样的客人吧 还有无数次的帮我 为什么 真的是因为报恩吗 是 重要的事情我都不会撒谎 没错 我就是来报恩的 你报什么啊 我什么时候帮助过你啊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我怎么不记得了 你不是说你小时候记忆特别好 什么东西都记得住吗 我有说过这句话吗 你看你连这句话你都不记得了 那小时候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告诉了你 你会相信吗 好了 把你手机拿出来 刚刚的影片我告诉你 我要把它删了 休想 孝总 我告诉你 愿赌服输 拿过来 不要把这视频发到我们群里 我给你 安宇的账户收益差不多了 慢点啊 来啊 好 依依真棒 露露 你分手吧 嗨 先生 嗨 先生 您好吗 嗨 之前的流产手术 导致了严重的弓腔粘连 再加上子宫腻膜活 想要再次怀孕 几率还是很低的 你干吗呢 你为什么又这样呢 我就是想一一了 我想来看你 丹云 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了 慢点 慢点啊 这边 来 再来 我要投诉川河门店的员工安宁 私自挪用客户账上的投资款项 张总监 好久不见了 状态不错 难怪你们来了以后 川河门店 起死回生了 谢谢张总监 谢谢张总监 我今天来呢 是带来一个消息 在这个月的季度评选当中 川河门店 排在本市的 第六 还没完 安宇 是 在个人比评当中 以成绩优异 被评选为阅读信心 太棒了 太棒了 恭喜 张总监 你也在呀 正好 安宇 请跟我们回集团 配合内部调查 这什么情况啊 调查什么呀 出什么事了 请大家呢 耐心等待调查的结果 好吗 安宇 我们走吧 副总监 我可以拿下包吗 稍等 跟他一起 阿安姐 好了吗 我们走吧 别着急 我去余总和 对 这份合约是我签的 合同上账户的密钥 现在在哪儿 在川河门店的保险柜 从合同签订日起到今天 除了你之外 是否有人接触过盖密钥 没有 密钥一直由我保管 所在保险柜里 没有别人可以拿到 把保险柜钥匙交出来 我一进公司的时候 我的包就被公司的人收走了 钥匙就在包里 你去一下 阿玉 这是你负责管理的 米露小姐的账户 对吗 对 这是你的公务卡 尾号246 对吗 没错 是我的卡 上中四 米露小姐的账户里 有一笔五百万的资金 转到了一款 线上的金融产品上 今天凌晨回到账上 与此同时呢 一笔一万三千八百多的金额 就达到了你这张尾号是246的公务卡上 好 以上情况属实吗 你是否知情 不属实 我也不知情 这件事情我没有做过 我想说的是 密钥除了我有 米露手里也有一个 安宇 那你的意思就是 米露小姐坚守自盗陷害你 你一个刚入职的小职员 人家给了你这么一个大单 你不好好感恩 中饱私囊不说 现在凡人咬顾客一口 我有你这样的员工 我真的是感觉到羞耻 苏总监 冷静 好 我冷静啊 我冷静 那我问你 你说米小姐陷害你 为什么 她和你有什么过节吗 她为什么冒着自己账户 损失这么多钱的风险 来陷害你 米小姐账户资金被转的周四晚上 十九点五十五分左右 你在哪里 周四晚上 八点以前 我 我记不太清楚了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 从监控视频上我们看到 当晚十九点三十八分以后 公司只有你一个人 一直到十九点四十分 快进 你 对 就在这里 你从正门走了出去 三分钟后店内监控就被关闭 十二分钟后 账户就被人动了手脚 想起来了吗 我想起来了 当天晚上我看见门口有个老奶奶 她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奶奶您好 有什么我可以帮助您吗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好 别着急啊 不用着急 谢谢你 姑娘 然后我就去送她 谢谢 谢谢 送她到了一个 一个公交车站 109对吧 对 那行 那咱们就等一等 不知道啊 来 停上 在那个丁白春下 她坐了 大概是109路公交车 我送她上了车 老奶奶 什么年纪 叫什么名字 是我们的顾客吗 她不是我们的顾客 她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她 安宇啊 你是在侮辱阳部长的智商吗 搬出这么一个没名没姓的人 编了这么一个故事 就想蒙混过关 有没有路边的监控 或者沿途遇到的人 能够证明的 当天晚上没有遇到人 因为那一代非常的偏僻 我也不知道是否能找得到监控 好了 安宇啊 我觉得呢你还需要时间 再好好想一想 半个小时后我们再过来 我就是想一一了 我想来看安宇 如果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话 我绝对不会这么客气了 走 你希望对手里闲置的五百万资金 进行合理的配置 但是在风险和收益这一来 你没有任何诉求 我再说一遍 我只跟安宇谦全权代理合同 把这五百万资金交给她 一个人来打理 迷路 对 你们这样太卑鄙了 现在呢 从安宇的态度上看呢 她不太可能服软了 如果她不肯罢休的话 非要查到底怎么办 毕竟没有证据证明 是她做的 也没有证据证明 是她做的呀 那你的意思是 她只要还有嫌疑 就是一个污点 对于卓越来说 这样的人可能迟早就会开除她 她有这么些案底 到别的公司也不会轻易被接受的 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安宇 想清楚了吗 你要是再不坦白的话 我们也没办法 真的帮不到你 我要报警 我要报警 安宇 报警不是小事 安宇啊 您看啊 你可是有案提的 如果你报了警 警察会更相信谁啊 警察相信证据 请立刻帮我报警 这件事在内审误查清楚之前 如果你选择了报警 那么对卓越造成的所有不利影响 都由你个人来承担 想清楚了 再告诉我们你的决定 呢 不